嗨 大家好 我是諮商心理師林翠芬 欢迎来到快读大师 今天要跟大家来导读一本书呢 是我的新书 从习惯洞察人心 很多人会问我说 何以要洞察人心呢 什么时候需要洞察人心 其实我们人生有非常多的时候 譬如说 如果你要跟一个人建立信任感的时候 还蛮需要洞察人心的哦 譬如说 我们需要能够察言观色 了解别人的心理需求 还有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 或者情绪的状态 我们需要洞察人心 另外我们在跟别人建立信任感的时候 可能需要印证 他说的跟做的一不一样 我们也需要洞察人心 那有时候我们在做不同的行业 也需要洞察人心 像很多销售人员是需要洞察人心的 譬如说 你是不是可以了解你的顾客 他最需要什么 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你要怎么跟他去介绍一样产品 他才能够了解他的需求 那另外一个部分 你在跟他介绍产品的时候 到底顾客的心理状态 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他有在专心听你说话吗 他对这样产品有兴趣吗 然后他是不是觉得你说的是可以打动他的心理呢 这些其实都需要洞察人心 那另外一个我在諮商的过程中也很常遇到 我很多当事人会问我说 为什么他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要跟我分手了呢 因为其实有非常多的线索跟讯息 其实就在你们的相处过程中他透露给你 可是你都没有捕捉到这些讯息 所以有时候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 如果你懂得洞察人心 或者是说情人相处的状况跟不同的时期 就譬如说有些时候爸爸妈妈的一些争吵 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状态 或者是说情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两个有一些不合的地方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人际互动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啦 洞察人心可以算是我们人生 是不是可以顺利成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基本能力 如果你可以洞察人心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知己知彼 然后你在做选择的时候 可以选择到一个适合的人 譬如说如果你今天要选择一个对象 选择一个伴侣 选择一个合伙人 然后选择一个重要的人的时候 就需要洞察人心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洞察人心 也包括说人生如果要顺利的时候 你要找到一个方式 怎么跟这个人好好的相处 找到他的人格特质 另外一个找到自己应对的一个方法 也是洞察人心很重要 在从习惯洞察人心这本书呢 我设计了很多量表 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自己 那这些量表包括 你的观察力敏锐吗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有没有洁癖指数有多高呢 那这可以帮助你了解说 你是洁癖呢还是爱干净 还有就是你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你可能可以了解一下 你自己的消费的习惯 还有我们在这个里面 也有设计到性爱成瘾症 你有性爱成瘾症 你是花心呢 还是性爱成瘾症 那另外一个部分像你的就是购物的成瘾症吗 那很多人很喜欢买东西 到底你是爱买足呢 还是你是购物成瘾 在这本书当中也可以做一点评量喔 从习惯洞察人心这本书呢 要从哪些部分开始洞察人心 第一个就是从生活开始洞察人心 那最容易看的是哪一个 可以看一个人开车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有非常多的人格特质 他的情绪的习惯 还有你也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有一些 负向解读别人行为的可能性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开车的时候我们很常在路上会遇到什么呢 怒怒足 就很容易生气的族群喔 那何一个人会变成怒怒足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情绪很冲动 暴冲 然后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到 他对别人的行为可能会有敌意 举例来说 譬如说别人按个喇叭 他可能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按我喇叭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或是你挑衅我 他立刻就冲下去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冲动控制障碍 可能比较是不好的喔 那另外一个你会发现 在开车的时候 很能够看到一个人的潜意识运作喔 因为开车我们常是一个制约反射性的行为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会在开车的时候 自言自语啦 高谈阔论啦 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停车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价值观 他是重视小钱呢 还是他会顾虑到说 他停车会不会挡到别人 或者是说他会不会有利他的倾向 像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停车的过程当中 通常他只注意自己的方便 并没有顾虑到别人 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在停车的时候呢 他会思考说 停在这个点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 还是他只求方便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开车停车 然后在路上驾驶的过程当中 可以更了解一个人的人格特质 以及有些时候你也会发现 有些情绪状态也可以从开车的时候看到 譬如说如果他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下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做违规闯红灯 或者是说他不遵守交通规则 那另外一个你可以开车也可以看出一个人格 譬如说他事前会不会做一些规划 会安排一些路线 所以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很多人格的细节 那这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一个人 有个朋友跟我说钱在哪里心在哪里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我们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 更了解你现在的此时此刻的身心状况 那很有趣喔 很多朋友说 我很喜欢网购 我很喜欢团购 我很喜欢逛街购物 到底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喔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常网购的人 你常常半夜或者是晚上上网 看购物台购物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喔 有没有可能你有一点心理 比较寂寞一点点 当你工作一整天之后 可能你会透过购物 来做一个补偿或发泄的心理 像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购物的时候 一边购物就会一边觉得 工作好辛苦喔 买一个东西犒赏自己也是值得喔 所以当这个心理就会帮助我们说 我们就会买多一点的东西 来满足自己 犒赏自己 补偿自己 让自己觉得努力工作 还是可以做一些让自己开心 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事 那如果是团购就不太一样囉 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喜欢团购的人 在购物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有几个乐趣在里面 譬如说 你可能会很喜欢 大家一起买东西的感觉 所以在团购 有可能就会显示出你有什么呢 从重的心理 你喜欢大家一起来买的感觉 所以也许你在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能会参考什么呢 你会参考排行榜 你会参考一些 大家都买 我也要有 不能够 我没有这样东西 那感觉到自己好像落伍了 别人都有 我没有 你也许就会去买这样东西 然后来看看说 这样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吸引大家呢 那我也要买一下哦 不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会有一点重重的心意在里面 另外还有些人呢 特别喜欢去实体的店面逛街 逛逛走走看看 那其实在逛街的过程中 也代表说你比较喜欢人际互动 或者是说你很喜欢自己浏览 还是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 你喜欢有人在旁边当啦啦队的感觉 跟你说哇你穿这个很适合 你喜欢有一个商量讨论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 对着一台机器买东西的感觉 所以光是从逛街购物 或者是说你的钱都花在哪里 也可以看出很多价值观 或者是说你的人格特质 或者对方的人格特质 所以从钱花在哪里 最能够认识一个人的金钱价值观了 从饮食习惯可以看出来 我们怎么样去表达爱意 也可以从我们喜欢吃饭的地点 可以看出来我们在哪里最放松 或者是我们重视口腹之欲 还是重视身体健康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在这边分享 就是从咖啡来研磨你的生活哲觉 很有趣喔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每天都会喝咖啡的人 所以我对于喝咖啡 每个人的特质特别不一样 举例来说如果喜欢喝 单一品种的咖啡 譬如说曼巴或蓝珊咖啡的 那代表他比较喜欢单纯的口感 那很重视事情 他不喜欢太繁复 喜欢化繁为简的人 然后对于一个事物 他喜欢简单 但是他们可能会很执着 那另外一个喜欢喝调和式咖啡的人 通常都是避开自己不喜欢的事物 举例来说 常常很多人都说 我喝咖啡不要太酸 我不要太苦 所以就会调到一个 刚刚好符合你口味需要的 所以像如果你有喜欢喝这样的咖啡 你就会避开你不喜欢的事物喔 那另外有些人特别喜欢喝吉隆咖啡 吉隆咖啡的人通常很讲究效率 就是说咖啡好不好喝 或者口感如何 不是他最重视的 但是功能他就很重视 譬如说我喝咖啡是为了要提神 那我就是要达到我的功能 我的目的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个 有些人特别喜欢喝拿铁咖啡 那喝拿铁咖啡的人又不一样喔 加了牛奶之后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可能会变得比较温暖 比较重视一些那种口感上 不要那么强烈的感觉 对于一个喜欢喝拿铁咖啡的人 可能常常会为了温暖 去照顾别人而忽略自己的需要 那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人特别喜欢在气氛好的地方喝咖啡 可是有些人就会觉得 气氛好不好不重要 快又有效最重要 所以光是从喝一杯咖啡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很多 不一样的讯息在里面 那可以更了解一个人的一些特质 从习惯洞察人心这本书 还有很多内容喔 包括从生活 从人际 然后从金钱 从饮食 还有从性的偏好 都可以了解自己 那欢迎大家到哈密书城下载 从习惯洞察人心这本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